总裁,夫人去世了,宋灵远揉着宿最后的脑袋,过了大概三秒,才明白过来总柱这句话的意思。 他愣了片刻,随即冷笑,我倒是不知道,连你都被他收买了。 总柱哑然,总裁,我,行了。 他挥手打断,他就那点花样,我还不了解他。 总柱皱了皱眉,还想张嘴再说点什么,被宋灵远的电话铃声打断,是他的初恋女友曲婉嫣打来的。 宋灵远接通,电话那头,曲婉嫣声音脆弱,说自己昨晚喝多了,这会儿正在医院里打点滴。 宋灵远立马紧张,怎么这么严重,我马上过来。 望着总裁快步消失的背影,总柱无力地常常叹了一声。 医院里,宋灵远抵达病房门口的时候,曲婉嫣正紧张地不知道在河水打电话,不能让他知道。 不管花多少钱,绝对不可以让媒体报道,瞧见宋灵远走进来,他吓了一大跳,赶紧把电话挂了。 宋灵远有些好笑他这么大的反应,是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不告诉我,我给你摆平啊。 曲婉嫣的脸色微微发白,说话也有些结巴,没,没什么,依,一点小事。 不等宋灵远接话,他又转移话题,陈和答应离婚了吗? 一提起陈和,宋灵远不禁皱了皱眉。 昨晚闹得不怎么愉快,因为曲婉嫣回国有一段时间了,他一直吃醋曲婉嫣是他初恋女友的事,明里暗里地没少挑衅对方。 昨天更是嚣张地逼曲婉嫣当众给他跪下,这让他怎么接受得了? 三年前,如果不是陈和不知廉耻地爬上他的床,把事情闹大,逼他对他负责,曲婉嫣又怎么会伤心欲绝地跑去国外? 他又怎么可能会娶她?因此,在得知他竟然那样欺负曲婉嫣后,他一怒之下,直接提出了离婚。 他清楚他爱他爱得死去活来,不会轻易答应,所以提离婚也只是个警告,希望他对曲婉嫣客气点。 提完离婚后,他就直接摔门而出,找了曲婉嫣出来喝酒。 也不知道一晚上过去了,他有没有老实点,不过他竟然买通他的总助,试图用他死了的假消息来引起他的紧张,看来是还没有得到教训。 宋灵远冷笑了一声,说他答不答应又有什么关系? 三年了,该给的补偿我已经给完了,只要我想离,这次没有人能阻止。 曲婉嫣张了张嘴,想说点甚吗,最后到底还是忍住了。 宿醉的头疼感一直没有消散,宋灵远没有在病房待多久就回家了。 一进屋,他就舒服地躺在沙发上,懒散地喊了声,沉河。 沉河,出来给我煮碗醒酒汤,空旷的大平层,只有他一个人的回音。 宋灵远揉着眉心,不由地皱了皱眉。 他都这么给台阶下了,那个女人还不赶紧嘟嘟嘟地跑到他面前来, 先给他个大大的熊抱,再在他脸上亲一亲,最后再柔声哄着他,说他错了吗? 哼,他大不起身,在屋子里寻视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影。 倒是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他瞳孔重重一缩,但是在看到他净身出户那一条后,他又笑了。 那个女人虚荣得不行,最喜欢拿着他的卡各种买买买,这一看就不是诚心签的。 这是故意给他整一出离家出走呢? 以为他会紧张去找他,也太看得起他自己了。 既然如此,那刚好,他也不想太快原谅他。 逼曲碗烟当众跪下的兴致太恶劣,这次说什么也得让他长点记性。 宋灵远揉着眉心,一个人来到厨房煮醒酒汤。 煮着煮着,脑海里就不禁浮现出昨晚在屋子里吵架的画面。 陈和,你有什么资格逼曲碗烟给你跪下? 抢走了他的未婚夫,成功当上宋太太你很得意。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曲碗烟的闺蜜,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 老公,你相信我好不好? 陈和拉着他的手,还装委屈,我真的没有这样做, 是他莫名其妙跪在我面前装可怜,博你同情的。 你还狡辩? 他生气地抽出手,冷声道,既然你这么无耻, 那就把霸占了三年的宋太太的位置给还了吧。 陈和的瞳孔重重一颤,你,什么意思? 不明白吗? 我们离婚。 当初什么情况之下,取你的不清楚。 现在曲碗烟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 陈和顿时就急了,老公,别离婚好不好? 我们的感情不一直好好的吗? 我,你以为的好,只是因为我对这段婚姻的不在乎。 陈和顿住,一双大大的性眼里很快饮满泪水, 你就没有过那么一刻爱上我吗? 哪怕只有一点点? 他冷笑,爱,你这种人,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爱上。 说完,他冷着一张脸,摔门离去。 面前的醒酒汤咕噜噜地煮着,宋灵远还现在回忆里没有出来。 爱吗? 哪怕只有一点点? 他也不好说。 结婚第一年,肯定是对他充满了怨恨的。 怨恨他,拆散了他和屈婉嫣。 但是随着慢慢地相处,他发现他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恶。 他烧得一手好菜,全是他喜欢的口味。 会挑舒服至极的沙发,床垫,让他贪恋宅在家里的感觉。 会在他累了的时候,给他按摩解乏,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察言观色,适时地转移注意力,让他开心起来。 结婚第二年,他应该就对这段婚姻和解了吧。 毕竟屈婉嫣当初竟然不相信他,一气之下,直接走掉去国外,也挺让他心寒的。 是什么时候,对他有了第一次的怦然心动呢? 好像是结婚第三年,有一次他和东南亚的一位客户没谈拢合作,回到家心情失落。 他捧着他的脸,认真的看着他,毛子里都是对他的浓浓崇拜和爱意。 他们不和你签,是他们配不上我老公。 有那么一刻,他脑袋有些空白,便问,那要是全世界的客户都不和我签了呢? 那就是全世界的客户都配不上我老公。 那一刻,他听到了他心跳急剧加快的跳动声,一下一下,用力敲击着胸腔壁垒。 那是他第一次,不含任何情欲地,主动吻上他。 行酒汤快煮干了,宋灵远赶紧关火,将剩下的那点倒进碗里。 他想,和陈和的婚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等这次他主动认错后,他就和他促膝常谈一次,告诉他,他早不爱屈碗烟了,别再总把屈碗烟当作他婚姻的假想敌。 如果他表现得乖呢,他也不介意告诉他,其实他也有那么一点点地爱他。 一想到陈和听到他说爱他,肯定得高兴地屁股翘上天,他唇角就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 喝完醒酒汤,宋灵远去了公司。 黄昏那会儿,接到朋友电话,让晚上祖局一起玩,顺便把屈碗烟也接上。 宋灵远先是打电话问屈碗烟有没有好一点,得知他没问题后,这才开车去把人接上。 下班晚高峰,车开得慢,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在车里聊着。 屈碗烟望着不远处升起的灰烟,问宋灵远,那边是发生火灾了吗? 宋灵远看了一眼,诞生到,那边是火葬场。 火葬场啊!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屈碗烟的唇角缓缓勾起一个笑,说出的话却是遗憾的语调,又有人死了呢? 天天都有死人送火葬场,有什么奇怪的? 宋灵远不以为意,打了一个方向盘,拐到了另外一条街,酒吧里。 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们开宋灵远和屈碗烟的玩笑,我还记得三年前,屈碗烟你被气跑去了国外,我们远哥那叫一个伤心哟。 天天拉着我们整宿整宿地喝,喝完就撒酒疯,抱着酒瓶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 屈碗烟目光柔柔地看着宋灵远,说,我现在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走了。 宋灵远闲着烟,不知道再想些什么,没接话。 有人拍了拍屈碗烟的肩膀,说,这就对了,我们远哥这三年来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呢,以后别再伤他心了。 听到这句话,宋灵远微微皱了皱眉。 张口正想说点什么,哎,远哥,记得离婚后,在朋友圈里通知一下。 宋灵远扫了说话那人一眼,干嘛?还能干吗?当然是等着接盘啊。 陈和那样的游物,兄弟们一个个可都眼巴巴地等着抢呢。 这话让宋灵远听得不舒服,脸色瞬间冷不少,她还是你嫂子,讲话放尊重点。 文言,说话的哥们还没什么反应,屈碗烟的脸色倒是率先白了一分。 这时,坐在另一边的哥们出声问大家,你们看到昨晚发生在石道街的命暗没? 可太他妈惨了。 怎么惨了?有人问。 那哥们叼着烟,懒懒地直摇头,七八个地痞流氓轮死了个孕妇,说是折磨了至少三个小时,整车都是血, 画面简直惨不忍睹。 我操,连孕妇都不放过,那可真他妈不是人,凶手抓住了吗? 不清楚,据说还有一个没抓着。 这么严重的新闻,我怎么没看到? 国内新闻没让报,说是内容不适合传播,我是早上听到别人在议论,上外网看到的,虽然现场画面打了马赛克,但看起来还是有够瘆人的。 有多瘆人?你找出来我看看,别说了。 屈碗烟脸色苍白地打断那人说话,表情很是僵硬,大晚上咱们别聊这种吓人的新闻好吗? 我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众人一听。 哪会不给屈碗烟面子,嘻嘻哈哈地把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了别处。 宋灵远对新闻不关注,心里想的都是沉河一整天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真这么沉得住气。 这一晚又喝了不少。 回去的时候,宋灵远叫的代驾,顺便把屈碗烟送回去。 车里,屈碗烟想到宋灵远今晚对沉河的态度,心里有些不安,问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和沉河离婚。 宋灵远揉着太阳穴,文言一顿。 他觉得有些话,得提前讲明白,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不管我是不是真心和沉河离婚,你要知道,自从三年前,你不信我和沉河什么都没发生,直接一走了之,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可能。 屈碗烟的眼里,瞬间饮满泪水,远哥哥,我知道错了,当初是我气昏了头,送灵远挥手打断,就这样吧,我们都向前看。 屈家到了,屈碗烟下了车,望着远去的车影,他擦了擦眼泪,露出一抹冷笑,就算真有那么点,在乎沉河又怎样,反正你们也回不去了。 宋灵远回到家,意外的,门是开的。 漆黑的双眸像是瞬间点亮了两束光,他大步进去,沉,盒子还没蹦出口,就见着家里站着好几个工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沉河的弟弟陈奕正站在客厅,指挥他们,把这个婚纱照也拆下来。 宋灵远怒目走进去,你们在干什么? 陈奕回过头,瞧见宋灵远,红肿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毛子里带着一股宋灵远看不懂的恨意。 我姐不是和你说好离婚了? 我当然是来替他拿东西的。 宋灵远挑了挑眉梢,下意识地看向墙上的婚纱照。 那是应付长辈们拍的,还记得婚纱照挂上去的那天, 陈奕穿着软萌萌的奶白色睡衣,在客厅搭着梯子,一个人艰难地挂着。 中途,他提出让他搭把手。 他当然不情愿,冷笑着旁观,我就没见过脸皮像你这么厚的女人,看不出来这照片里我多么不情愿。 陈奕盯着婚纱照左看看,又看看,没有啊,你高冷的样子看着很帅气啊,我觉得这张很甜呢。 陈奕盯着婚纱照的眼里,满满都是光,可如今,他竟然轻易就让陈奕把照片拆走。 就算是做戏要做全套,未免也过火了点吧。 宋灵远冷着脸,留下一句话,随你。 而后独自回到书房,门被摔得震天响。 陈奕克制着又想汹涌流出的眼泪,继续吩咐工人拆婚纱照,然后又看看家里还有什么是姐姐的东西,全都拿走。 二十分钟后,书房的门被敲响。 宋灵远打开门,瞧着门口院毒瞪着他的陈奕,不耐烦地扯了扯灵口,什么事? 陈奕贪出手心,把你的婚戒给我。 宋灵远微微睁大了眼眸看着陈奕,而后被气笑了,你姐姐是不是疯了? 真以为我脾气好,一次次容忍她挑战我的底线。 让你把婚戒给我就赶紧给我,少他妈废话。 陈奕陡然嘶吼起来,脖子粗红,凶狠的眼眸,彷扶下一刻就要撕碎咬人。 宋灵远没料到陈奕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微微愣了一下。 而后脾气也上来了,陈奕,别忘了你们陈家的脾鞋城仰仗的是谁的商圈。 你姐姐都不敢朝我甩脸子,你哪来的勇气敢对我这么狂妄? 关你他妈的屁事,给不给婚戒,不给我自己找。 说完,他撞开宋灵远,直接在书房里找了起来,最后在宋灵远书桌的抽屉里翻出来了。 看着他拽在手心一心离去,宋灵远沉着脸,冷声提醒,婚戒拿走,我和你姐从此两清。 两清就两清,你以为谁稀罕? 陈奕冷笑,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宋灵远插着腰,气得长吐了一口浊气。 要不是看在陈奕是陈和弟弟的份上,他早上脚狠踹这个臭小子了。 听见陈奕带着工人离开,他出房门在屋里抱走了一圈,发现所有关于陈和的东西都不见了。 衣服,包包,护肤品,日用品,宋灵远怒得一脚,把茶几踢翻。 操,陈和,能耐了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 这一晚,宋灵远失眠了。 半夜实在睡不着,他暴躁起身,想给陈和打电话,问问他什么意思,真打算断了。 可仔细想了想后,又觉得没准这就是陈和要的效果,就等着他受不了了,主动打电话过去质问。 哼,他不会如了他的意的。 他随意点开微信,漫无目的地看着,忽然发现,陈和的头像上有两条未读信息。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的,竟然被各种广告商的消息给压了下去。 他赶紧点进去一看,是昨夜23点48分发来的。 一条信息是一个定位坐标,一条信息是文字,老公,好像有人跟踪我,你快来接我好不好,我好怕。 宋灵远点进位置一看,坐标显示在石道街。 石道街?这个地名听着怎么有点耳熟。 宋灵远没怎么细想,因为陈和的这条消息,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唇角不自觉地扬起了一抹浅笑。 陈和惯会耍这样的小手段,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没多久,他天天冷脸对他,晚上睡觉,也是分房睡。 有一天晚上,雷雨交加,陈和就站在门外,一声声地敲着门。 老公,我好怕打雷,你开开门,我们一起睡好不好。 老公,呜呜,我真的好怕。 你不要丢下我不管好不好。 老公,骨子里到底还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虽说不喜欢陈和, 但是听着一个女孩子脆弱地站在门外一声声地求助,他怎么狠得下心真的不管。 于是,后半夜,他心软开门了。 只见前一刻还双眼含泪的陈和,下一刻就露出了狡黠的笑,搜得溜进房,二话没说钻他被窝。 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他脸色相当地冷。 他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谁让你睡床的,自己打地铺。 陈和露出小脑袋,抓住被单,努力扬着下巴,不,我要和你一起睡。 从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女人,他那时都被气笑了。 最后,他当然是狠心地把人给拽下床,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套被褥扔在了他脑袋上。 陈和委屈得哼哼唧唧,到底还是不敢惹怒他,乖乖地在地上打了地铺。 不过,要想他老实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醒来,意料之内的,陈和就像只乖巧的小猫咪,窝在他怀里,不知道梦到了什么,还拿脸蹭他。 那会儿的他,很是火冒三丈,当即就把人踹下了床,回忆起那些不愉快的曾经,宋灵远突然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不愉快。 嘴角就这么无意识地扬起了淡淡的笑容。 三年来,他好像一直都在费尽心思地引诱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喜欢他。 昨晚给他发那样的信息,肯定也是因为他跟他闹了离婚,他试着用老办法来向他求和。 但是没有得到回复,以为他不吃他那套了,今天就换了手段。 搬家,要走婚戒,故意晾着他,看来都是他的心计谋。 宋灵远心情舒畅地放下手机,想着,如果他油盐不尽,陈和会多久服软回家呢? 一日,宋灵远临时决定出差。 不管怎样,陈和这次玩得的确有点过分了。 婚纱照都拆走不说,还把婚戒都要走了。 再怎么闹脾气,有些底线也是轻易不能碰的,所以他决定也晾他一段时间,让他长点记性。 出差的时间没定,他想着,怎么也得至少一个月。 可没想到,才过去一周不到,他就扛不住,回来了。 他不想承认,他有点想陈和了。 想陈和做的饭,想陈和软绵绵地喊他老公,想陈和厚着脸皮钻他被窝。 使尽各种笨拙的手段引诱他,他给陈和带了伴手礼,一份他爱吃的巧克力,和一对他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耳饰。 回家之前,他想象着陈和委屈巴巴地坐在沙发上等他,又见他带了伴手礼,高兴地破涕微笑。 他唇角就不自觉溢出了一抹笑,其实陈和挺好哄的。 然而,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打开门,发现屋子里竟然一如他离去时的样子。 空荡荡,冷漆漆,窗帘微幅,更显空旷冷清。 墙上拆走婚纱照的痕迹也还在,这个家,哪里有陈和半分的影子。 宋灵远扬起的浅笑,就这么一点点僵硬在了唇角。 陈和,他喊了一声,回应他的,只有他,沉沉寒韵地回音。 宋灵远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陈和这次跟他闹这么大的底气,到底是甚吗? 是真以为他不敢拿着那张离婚协议直接去把离婚证给办了吗? 他来到卧室,床头柜上的离婚协议还在,被一本书压住了一脚,一如他最开始见到的样子。 他烦躁地拿起来看,这时,压在离婚协议书下面的纸张飘然落下。 宋灵远愣了一下,躬身捡起来看。 这一看,就让他的眸子里瞬间涌出了漫天狂喜。 陈和竟然怀孕了,双胎星,七周。 算上又过的这一周,就是八周了。 惊喜来得猝不及防,宋灵远只觉得自己手心都在控制不住地颤抖,周身的血液沸腾。 这下他算是明白陈和丸这么出格的底气是什么了。 原来是肚子里揣着他的孩子,还是俩。 运检报告故意放在离婚协议书下面,不就是故意让他看见,好让他反悔的。 他果然从来就没打算真心离。 宋灵远笑了,从开始的抿唇笑,到捏拳眼唇笑,到最后控制不住双肩的耸动,放肆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我要当爸爸了,还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哈哈哈哈,宋灵远当天联系了知名家庄设计师到家里来。 他打算把没用过的两间客房打造成婴儿房。 设计师把设计图纸拿给他挑选。 他一眼就镶中了粉红色的公主房装修。 要这个?两间房都要这个吗? 宋灵远犹豫了一下。 脑海中里突然想起不久以前,他们讨论孩子的画面。 我以后一定要生个儿子,你惹我生气的时候,我就让儿子来替我报仇。 那时他正在喝水,听到这句话,蓝散挑了一下眉,笑话他, 那也要你能生得出来。 他们做事一向有错失,也就不到半年前,他才偶尔会算一算他的安全期,侥幸的更亲密接触。 其实在侥幸的同时,他就做好了如果有孩子的准备。 但他是不可能让陈和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的。 毕竟以前那么厌恶他,态度的转变相当于就是在打他的脸。 当然,他也不会告诉陈和,他其实更喜欢女儿。 此刻,面对设计师的提问,他倒是想把两间房都装修成公主房。 可是一想到陈和喜欢儿子,内心稍稍挣扎了一下,他便有些不情不愿地别扭道,一间就好,另一间装汽车主题的男孩儿房。 好,设计师带人来量客房的尺寸,宋陵远就站在厨房,身子栏栏以着冰箱,手里拿着装了半杯水的透明玻璃杯,一直没喝,脑海中不自觉地想到一些画面,唇角就这么缓缓扬起了笑意。 大概是婚后的半年吧。 陈和的小手段频繁颇多,俩人时不时睡一张床,到底是血气方刚的男人,怎么可能没一点想法。 但是他不会直接败给陈和,他借口应酬,隔三差五喝个酒回来。 每每这时,陈和就会在厨房给他煮醒酒汤。 他借着酒醉,来到厨房从身后抱住他,在他的脖梗间清秀,把他脑袋转过来吻着他,守在不安分地摸摸。 只把俩人都聊得心痒难耐,他才不得不停止。 第二天醒来,他就装失忆,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他还记得陈和那会儿看他的眼神啊,幽怨得泪眼连连,看得他只想笑,又不得不憋住笑。 后来有一次,陈和发烧。 并不是很严重,但是他又耍心机,借口脆弱生病,让他服侍他。 一会儿说自己起不来,让他帮忙拿这个拿那个,一会儿是借口身体不舒服,要让他抱抱他,给他揉揉脑袋。 他心情不错,除了抱他,给他按摩,基本让他做什么,他都做了。 夜晚,他最后一次进屋,给他送药。 陈和拉着他的手,声音脆弱地撒着娇,老公,留下来好不好。 内心就这么因为他的挽留而浮躁梦浪起来,他问他,留下来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他一脸娇羞。 他故意停下来,似在犹豫,陈和果然不给他思考的时间,静止搂着他的脖子吻上来。 很美好的一夜。 只是天亮后,他就提起裤子不认人,慢条丝里地扣着衬衣扭扣,还不忘嘲讽他,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自爱的女人,生病也不忘勾引我。 陈和习惯了他的冷嘲热讽,不以为意地凑过来,谁叫你魅力那么大,天天守着大帅哥老公,我怎么甘心当个守活寡的。 他冷笑一声,起身大不离去,没有让陈和看见他得意上扬的,嘴角。 那之后,家里的寄生用品用得特别快,厨房、浴室、阳台、家里每一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影子。 但,陈和向来不是老实的主,有了实质性的婚姻他还不满足,有一次被他抓到,他竟然在寄生用品上坐手脚。 他竟然还想生他们的孩子。 那次之后,他晾了他很长一段时间,陈和知道他错了,一次次到他面前来认错道歉。 最后一次,他冷冷地捏着他的下巴,举高临下地警告他,陈和,你还不配生我宋陵远的孩子。 他看得出陈和很委屈,但是他把委屈都咽了下去,点头如捣蒜说,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降入冰点的关系,这才稍稍有所回温。 但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动物,一日复一日,内心在坚固的堡垒,也会有滴水石穿的时候。 从他开始侥幸尝试更亲密的接触时,有些事情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甚至,他内心深处,还有那么点期待陈和给他生个孩子。 一日,送陵远到公司,吩咐总柱给他找个人去家里监工。 陈和怀孕了,我要提前把婴儿防备出来。 总柱看着总裁的神色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温柔,难得沉默了。 他不知道总裁为什么还没有收到夫人已经去世的消息。 但是他很清楚,要是在这个结果眼上给总裁泼冷水,总裁肯定会很崩溃的。 于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按总裁说的去做了。 这几日,宋陵远时不时就看电话,想看看陈和有没有主动找他。 但很遗憾,没有电话,没有微信,甚至也没有从别人口中听到关于他的半点消息。 不过他也理解,揣着他的娃娃,这是有底气的在嗜宠儿骄。 所以,这一次,要不要换作他主动一次,给他服个软呢? 又是一周过去,家里的婴儿房已经装修好。 宋陵远回到家,看着粉嫩嫩和酷酷的跑车主题的儿童房。 内心柔软的一塌糊涂,他已经能想象得到,等陈和把孩子生下来后,这两间屋子里会充满怎样的欢声笑语。 装修的师傅送了他两个儿童玩偶,他抱着玩偶玩了有好一会儿,像是在提前体验孩子们的乐趣。 最后,他有点受不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把陈和叫回来,一起和他分享这份快乐。 还想看到陈和见他也在期盼孩子们的到来,高兴地搂住他脖子,一遍遍地亲吻他,说他没有爱错人。 他掏出手机,将陈和的对话框点开,清了清嗓音,按下语音,回来,我们不离婚了。 消息发出去,他点开听了一遍,觉得嗓音有些过于温柔了。 他想撤回来,换作往日总是冷冰冰的语气,再发一次。 但想了想后,又算了,俩人孩子都有了,往昔的那些恩怨过往,统统都烟消云散吧。 又是过了两天,依旧没有收到陈和的回复,宋灵远有些生气了。 他第一次向她服软,他竟然不给她面子,真以为他没有办法逼她回家吗? 他一气之下,直接把给她的付卡给停了。 陈和那个女人,最喜欢拿着她给的付卡出去买买买,然后在明园圈子里炫耀那些都是她老公送的。 要是得知她把卡停了,肯定会灰溜溜回来的。 有了这一招,宋灵远便也不着急了。 周末,他去了商场,打算给为出事的孩子们提前挑选衣服和玩具。 小婴儿的东西,总是那么充满童趣和可爱,宋灵远挑得好一阵眼花缭乱, 直恨不得把全楼层的婴儿产品都带回家。 期间,他遇见了一位推着婴儿车来逛商场的妈妈。 妈妈被导购接待时,不大点的孩子留在婴儿车里, 撒欢地啃着脚丫子,玩得不亦乐乎。 宋灵远觉得那小婴儿奶乎乎的,真可爱,忍不住多看了好几眼。 结果这一看,就被小婴儿发现了。 对方冲他咧嘴笑开,露出两颗贼可爱的小糯米牙齿。 宋灵远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好像化成了一汪水。 趁孩子的妈妈不注意,她将给孩子们准备的磨牙玩具, 拿了一个出来,放到了小婴儿的脑袋旁, 然后就做贼似的,落荒而逃。 出了店铺后,宋灵远又恢复了一贯高傲冷峻的表情。 甚至下巴还微微扬起,有些不屑自己刚才的举动。 有什么了不起? 她和陈和生下的孩子,肯定会比刚才的小婴儿还要可爱百倍千倍。 刘七,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你已经没有后路。 投降我们会争取给你量刑处理。 要是伤害了你手里的人质,只会罪加一刀,你会更没有后路。 前方传来动静,宋灵远好奇地走近,发现是七八个便衣正在抓捕犯人。 那犯人一脸皮下,此刻正逮着一个老妇人,手中的刀抵着老妇人的肚子。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都是这套说辞,那个孕妇被我弄死了,一时三命,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别过来,再过来,我立马捅死她。 站在不远处,大胆围观的群众,意识对方是谁,立即讨论起来。 这就是前不久发生在石道街命案的凶手之一。 操,这种人渣,就该一枪直接毙了。 妈的,早知道是那个人,刚山我就该冲上去,先打抱他的狗头。 便衣们一边疏散着围观群众,一边劝那犯人, 刘七,你别冲动,你想想你七十岁的母亲,现在还在家,等着你回去。 宋灵远没有多停留,她转身去了楼下。 在楼下大致观察了一番地形后,她扔下给孩子们买的衣服玩具,攀爬上了一根柱子。 很危险,四楼的高度,柱子一边就是商场的最大空心,另一边连接着各楼层的走廊。 犯人刘七背靠着走廊栏杆,丝毫没注意到,身后有人悄然爬了上来。 给我准备一辆车,再给我十万块的现金,否则我立马捅死她。 快一点。 便衣们发现了宋灵远,周围人也看到了宋灵远,没有一个人出生。 就在便衣们安抚刘七,刘七稍有松懈时,宋灵远趁机抓住了刘七拿刀的那只手,周围便衣抓住这个空隙,快速上前按住刘七。 挣扎间,刘七差点把宋灵远推下楼。 还好有一位便衣眼疾手快,抓住了宋灵远的手,把她拉了上来,这才避免她坠楼。 你们放开我,我是冤枉的。 我只是收钱办事的,根本没想过弄死她。 我也不知道她是个孕妇,大概是看刘七被控制住了,不会再给人造成威胁。 周围有人没控制住情绪,冲动上前来狠狠踢了刘七一脚。 混蛋,禽兽,王八蛋,那人恶狠狠地骂道,便衣们赶紧拦住那人。 但那人还不过瘾,被拉走时,往刘七脸上狠狠脆了口痰,你怎么不去死? 情绪带动周围愤怒的人群,大家纷纷出声唾骂,人渣,不盼死刑,天理难容。 直接原地爆炸吧,多活一秒都是浪费了空气。 你死不足惜?枪行都是便宜他了,你说是不是? 有人转头,问宋灵远。 宋灵远微微一正。 虽是觉得这个恶人的确可恶,但是他还不至于像这些围观的群众一样被轻易挑起心中的怒火。 大概是火没烧到自己身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同身受吧。 他只是觉得,反正都有相应的刑罚来惩罚这种恶人了,犯不着再为这种恶人浪费多余的精力。 宋灵远点了点头,敷衍地回应旁人。 哎,无法想象受害者的丈夫会有多伤心欲绝。 真是一群桑尽天良的畜生啊。 路人还在感叹,宋灵远已经没了心思继续围观。 他下了楼,拎着给孩子们买的衣服玩具离开了。 第二天,宋市集团。 公安来了人,给宋灵远颁发建议勇为的证书。 正是授予之后,在拍照留恋,让充满敬畏气息的总裁办公室,一时间显得颇有几分的热闹。 等人走后,宋灵远大概也是觉得稀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会得到一份这样的证书。 他拍了照,发到了朋友圈。 不一会儿,朋友圈的点赞提醒术,以及狐朋狗友们的各种花式夸赞,就让他没忍住,眼唇笑了起来。 唯有他的总著,久久看着那本证书,面色很是复杂。 陈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渐渐的,宋灵远的心里有些不安起来。 特别是前不久,又亲身经历了那场抓捕行动。 他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危险就在每个人的身边。 陈和一直不回家,万一也出现意外怎么办? 这天下午,望着晦暗的天色,他沉思许久,决定亲自去陈家,把陈和给接回来。 既然陈和都怀了他的孩子,他也不介意给他这份殊荣。 他驱车来到陈家,上次来好像还是一年前。 那时的陈家,院子里鲜花盛开,被陈母料理得十分漂亮。 然而仅仅是一年没来,院子里的鲜花就颓败得不像样, 像是许久不曾有人打理,被风雨摧残得已经没有了,半分生机。 二楼隐隐传来不知道是谁的哭声,像是陈母, 但陈母的声音似乎没有这么嘶哑。 宋陵远皱了皱眉,按了门铃。 谁? 陈毅推开大厅门,瞧见铁栅栏外的宋陵远,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你来干事吗? 他有些不悦,也有些不耐,似乎一点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小舅子不给自己好脸色,宋陵远当然也没什么好脾气, 他声音很冷,把你姐叫出来,我来接他回去。 陈毅愣了愣,随即不可思议地看着宋陵远,接我姐,回家。 宋陵远冷眼看着陈毅,沉默已对。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陈毅笑了,你来接我姐回家。 哈哈,接我姐,回家。 哈哈哈哈,从刚开始只是觉得好笑,后来直接捧起肚子大笑。 但不知道为什么,笑着笑着,她又流下了眼泪。 宋陵远觉得陈毅莫名其妙的,她冷声吩咐,把你姐叫出来。 我姐不在这里。陈毅擦了擦眼泪,诞声道,不在。 宋陵远讶异,那她在哪儿? 宋总这句话问得可笑,我姐是你的老婆,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我又怎么知道。 陈毅似乎并不想和宋陵远再多说,转身往屋里走。 不过在关门前,她又有些无力地对她道,以后没什么事,你别来了。 宋陵远再次莫名其妙。 不过,陈毅虽是说陈和不在陈家,但是她并没有着急陈和的下落,显然肯定是知道陈和如今在哪儿,因此宋陵远倒也没着急。 只是听着二楼仍断断续续地传来垂垂老人嘶哑至极的哭声,又再看看整个院子里一片颓迷之势,不知道为甚吗? 她总觉得陈家好像萦绕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诡异气氛。 宋陵远给陈和发信息,问她在哪儿? 没有人回。 她给陈和打电话,电话音提示对方关机。 宋陵远再一次生了陈和的气。 就算是怀了她的孩子,也不至于骄纵成这样吧。 她心里憋着劲儿,陈和既然想玩失踪,那就玩去吧,别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引起她的注意和紧张。 这天下午,她照例在集团开会。 结果开着开着,肚子隐隐作痛起来,她暗自俯着小腹,脸色惨白一片,额头隐隐有汗水渗出。 终于艰难挨过了会议,她撑不住了,让总柱送她去医院。 到了医院,经医生检查后,得知是胃病犯了。 医生给她扎上了点滴,让她在病床上休养。 宋陵远望着输液管理滴滴往下滴的液体,有些出神。 自陈和消失后,她就没什么胃口,一天天也没怎么正经吃饭。 她一直知道自己有胃病。 但是距离上一次犯胃病,还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这三年来,陈和每天都会给她熬一碗养胃药粥,一日三餐的膳食搭配也十分健康。 以至于把她喂养好的同时,嘴巴也养得越来越刁。 也是直到这次胃病犯了,她才又一次亲身体会到,陈和对她的好,早已渗透到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样的老婆,即便骄纵一点,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都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她憋着气和她叫那个,净干什么呢? 把人哄回来,继续吃她熬的养胃药粥不香吗? 想通后,她把总柱叫到了病房。 查一下陈和现在在哪里。 总柱正柱,愣愣地看着宋灵远半天没回答。 宋灵远皱了皱眉,怎么?有问题。 总柱沉默了片刻,起唇开口,夫人她,叮铃铃。 宋灵远的电话响起,她皱眉拿起来一看,是屈婉燕的母亲。 她按了接通,不等说话,就听见屈母在那头伤心哭道, 灵远啊,你快来啊,婉燕自杀了。 什么? 宋灵远瞳孔一阵,忙问,你们在哪儿? 好,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她拔掉书页的针管,就往外走。 总裁,等我回来再说。 宋灵远匆匆离去。 去家。 宋灵远来的时候,屈婉燕睡着了,她手腕上缠着厚厚的一层纱布。 屈母说,那是屈婉燕之前闹自杀,在手腕上滑下了伤口给包扎的。 屈母还说,还好她发现得早,及时阻止了屈婉燕的愚蠢行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宋灵远没打扰屈婉燕睡觉,退出来在客厅和屈母谈话。 她问,她为什么会闹自杀? 一说起这个,屈母就心疼得抹泪,还不是之前,受了你的刺激。 宋灵远亚议,受我刺激? 你之前是不是和婉燕说,你们不会有可能了? 宋灵远眉头清明,点了点头。 屈母抹泪,哭着说,婉燕的心里一直有你,三年前就受了你背叛的刺激,独自远走她国,好不容易决定回来了,鼓起勇气想和你重新开始,结果你又围了成河,把她推远,她怎么受得了? 这几天在家里,她日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今天更是一心求死,要不是我及时拉住,后面的话,屈母哽咽着,实在是说不出来了。 宋灵远的眉头紧拧,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屈母。 三年前,她也像屈婉燕一样难受,明明她们的感情那么要好,只是那晚的生日宴上,喝多了酒,被陈和钻了空子爬床,屈婉燕就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直接一走了之。 明明,她喝得烂醉如泥,怎么可能会和陈和会发生什么? 但是,无论她怎么解释,娶婉燕就是不相信。 她就这么走了,丢下她一个人,面对外界和家人的压力,被迫娶一个不爱的女人,既然那么爱,当初为什么要狠心离去?既然那么爱,为什么不肯相信她的解释?既然那么爱, 为什么对她结婚的事不闻不问?又为什么在国外待了整整三年才回来告诉她,想要重新开始? 她不知道,有些事情早在她当初做了选择,就彻底回不去了吗? 宋灵远站在大厅门口狠狠地抽烟,屈婉燕是她的初恋,是她曾爱的刻骨铭心的女人,瞧着她为了自己一心求死,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点的触动? 可这就是她丢下陈和和孩子们的理由吗?明明那些曾经都过去了呀,大家都该向前看的,不是吗? 现在的她,有了妻子陈和,有了即将出世的宝宝们,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让她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她怎么可能还会想着回到当初?一根烟燃尽,宋灵远对屈婉道,抱歉,屈婉燕的事情,我爱莫能助,只能麻烦你们多劝劝她。 屈婉愣住,想叫住宋灵远,再说点甚吗?对方已经头也不回地大步走掉了。 宋灵远走后,直接去找了总助。 再一次厘清了对陈和和屈婉燕的不同感情,她发现,原来陈和在她心里的地位早已经远远超过了她曾爱的刻骨铭心的初恋。 而直面了内心真正的想法后,她就更不想和陈和继续冷战下去了。 服软,求和,又怎样?她现在只想迫不及待地见到陈和。 找到总助,她将之前在医院没问完的话继续问下去,陈和呢? 在哪里?总助沉默片刻,给了宋灵远一个地址,这是我查到的,夫人最近一次所在的地点。 宋灵远奇怪不已,巴西,帕拉第小镇,她怀孕跑那么远干什么? 总助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不想看到总裁崩溃。 听说,夫人是去那里旅游散心。 宋灵远揉着眉心,对陈和的举动,无奈又有些忍不住想笑,旅游散心跑这么远,就为了夺我。 突然就想到朋友圈里,有个哥们的娇妻带宰跑路,可把哥们气得够呛,生生跑到国外追了两年之久,才终于把老婆孩子给哄回来。 陈和是不是也是仗着肚子里的孩子,在给他颜色看? 他也想体会一把老公不远万里去追妻的乐趣。 既然如此,他不介意满足他一次。 把我这一周的行程推了,我去巴西找他。 总助亚裔,总裁,有问题。 总助沉默片刻,没,送陵远走了,一个人踏上了去巴西追妻的路程。 那天清晨,总助在上班的路上,望着从天空划过的飞机,常常叹了一声。 突然就想起三年前,他调查到了一些事情,本打算告诉总裁的,结果被事先知晓了的夫人拦住。 他说,灵远那么爱屈婉烟,要是知道是屈婉烟背叛在先,他会受不了的。 可是难不成就让总裁一直这么误会你吗? 没有误会,的确是我逼他娶我的,不过我相信,经成所致,今时为开,总有一天,他会心甘情愿爱上我。 自始至终,深深爱着总裁的,都是夫人。 一心为总裁好的,也是夫人。 那个初恋屈婉烟,根本就配不上总裁。 所以,这一次给总裁的地址,他留了一个心眼,希望总裁能自己挖掘到当初的一些真相吧。 一周后,宋灵远回国。 伴随着这次回国的,还有他滔天的愤怒。 他下飞机后,直接来到屈家找屈婉烟。 屈婉烟见着一周不见的人,兴奋地正想招呼,结果劈头就被宋灵远狠狠砸下来一打照片。 三年前,你就是为了这个酒鬼抛下我一走了之的。 照片纷纷落下,屈婉烟扫了一眼,发现都是那三年,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不堪,瞳孔骤然重重紧缩。 宋灵远气地浑身发抖,指着屈婉烟,怒道,你为了他,不远万里跑到他的家乡,放弃你娇贵的千金身份,为他洗手做羹汤。 可他是怎么对你的?他劈腿,赌博,酗酒,还家暴。 甚至,你们的孩子也是在他一次酗酒后亲手给打没了的,别说了,别说了。 去婉烟抱着脑袋,哭得不能自已,远哥哥,求求你,别说了,为什么不能说。 宋灵远气红了眼,你不是爱我爱得无法自拔,还要割腕自杀吗?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的演戏。 屈婉烟,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宋灵远当初真是瞎了狗眼,才会爱上你。 远哥哥,屈婉烟流着眼泪,抓着宋灵远的胳膊,我错了,以前是我不懂事,犯了错,但现在我知错了,我发现我最爱的人还是你。 别碰我。宋灵远狠心抽出胳膊,冷笑,也别给我提爱,你所谓的爱,只让我觉得脏。 屈婉烟呆住,脏?曾经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人,竟然说他脏? 三年前,陈和为什么会爬上我的床?是不是也是你的设计?就为了有借口,顺利成章去国外会你的情郎? 不是的。屈婉烟猛摇头解释,那是我和陈和的合作。合作?陈和他喜欢你。 那时候,我着急出国,就和他商量,把你送给他。陈和肯配合你。 屈婉烟猛点头,他很配合的,他喜欢你喜欢的不行,看你的眼神就差直接告诉你,他想和你结婚生孩子。 甚至,我觉得他接近我,和我做闺蜜,也是因为你。 宋灵远皱了皱眉,我和他之前都不认识,这份喜欢从何而来? 屈婉烟苦笑,你是真不知道你的魅力在全城有多大吗? 暗恋你的女人数不胜数,而陈和就是那最大胆的一个, 说着说着,面前突然落下来一团阴影,屈婉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陡然睁大了眼。 宋灵远猝眉回头,就见着陈毅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小刀,朝屈婉烟刺过来。 啊!屈婉烟尖叫。 宋灵远眼疾手快地抓住陈毅手腕。 陈毅腥红的双眼里,满满都是盛怒利气,他死死地盯着屈婉烟,咬牙道, 那天晚上你打电话给我姐说了什么? 我姐为什么会大晚上出门,那群人是不是也是你花钱雇的? 你说,是不是你? 愤怒烧得他五内聚焚,他发了狠的,再次朝屈婉烟刺去。 见女人?啊!远哥哥,救命! 屈婉烟吓得花容失色,忙躲在宋灵远的身后。 宋灵远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他知道拦住疯狂的陈毅。 陈毅把刀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 你给我滚开,你的账我不想找你算, 不代表我就不想把你给一起杀了。 你们这对狗男女?陈毅? 啊,突然,世界安静了。 在屈婉烟的尖叫声中,宋灵远和陈毅双双低下头,只见刀尖刺进了宋灵远的腹部,鲜血鼓鼓流出。 宋灵远眼前一黑,倒了下去,晕倒前,他手还死死地抓着陈毅的手,不想他继续错下去。 这一觉,宋灵远睡得有些长,他又做了曾经做过无数次的那个噩梦。 梦里是一片漆黑无尽的夜,以及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深山老林,他想跑出森林,可那些林立的树木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他牢牢困住,无论怎么跑,面前都是无尽的夜,以及一模一样的深山老林。 他精具地呼吸收紧,浑身发颤,身后旁腐有什么牛鬼蛇神在追着他,一旦追上,就要将他包皮抽血。 他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跑,无论如何,他都一定要跑出这座大山。 他要跑,突然间,一声懦懦地,又有些清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哥哥。 恶志的呼吸陡然放开,宋灵远猛地睁开眼,大口呼吸,醒了。 病床前,宋家人守在这里,看到宋灵远醒了过来,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哥,你有没有好点? 看着弟弟宋灵卿那张稍显青色的脸,宋灵远过了友好半场,才将梦境和现实剥离开。 记忆迅速归位,他想起受伤前发生的一切,眉头皱起,问宋灵远,陈毅呢? 被警察带走了,去晚烟呢?有没有事? 宋灵远摇了摇头,你晕倒后,一直抓着陈毅的手,陈毅没正脱开。 宋灵远松了一口气,那就好。 就怕陈毅风起来,真犯了事,到时候他可怎么向陈和交代? 他和屈晚烟是么过节? 他又问,宋灵卿茫然地摇头,不清楚,派出所那边说,陈毅的事转去了刑警大队那边,具体的他们也不知道。 刑警大队? 宋灵远亚役,也有些紧张,怎么还去了刑警大队? 你们起诉他了? 没,这不等你醒来,看你怎么想吗? 毕竟那是嫂子的弟弟,之所以去了刑警大队,说是和之前的一宗案件有关系。 之前的案件? 什么案件? 宋灵卿摇了摇头,说是案件还在调查,一切保密。 宋灵远心里的疑团更大了,陈毅和屈晚烟能有什么关系? 只能是和陈和有关。 想到陈毅发疯,想杀了屈晚烟时的那段话,宋灵远眉头紧皱。 陈和和屈晚烟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还记得上一次俩人闹不愉快,是陈和逼屈晚烟给他下跪? 不,也许事情真的不是他表面看到的那样。 当初陈和向他解释过,是屈晚烟故意在他面前博取他的同情。 可这次竟然都闹到了刑事案件,身体还很虚弱,又思考这些复杂的事情,宋灵远只觉得脑袋都要炸了。 他干脆直接给屈晚烟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 屈晚烟在那头支支吾吾,说他也不清楚。 宋灵远挂了电话,又给陈和打电话,依旧打不通,发微信也没有人回。 宋灵远从没有过这么急迫想,立马联系到陈和。 他想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一次要消失这么久? 在国外玩得这么开心,知道他弟弟在国内差点犯事进监狱吗? 当然,他还想告诉他,他想他了,想让他别再玩了,收心回来安心养胎吧。 他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 即便真逼了屈晚烟给她跪下,他也绝不再说她一个字。 但一次次的联系,都以失败告终。 终究,宋灵远不得不放弃,被迫安静休养。 因此,我看在最初